郭虎森峰的伸手打来真是好看 他是32岁的邱大廷世界踢拳总会亚洲锦标赛二金一名得署 特技武术的套路 然后主要是武术套路 然后加上就是一些翻啦 然后踢的技巧这种难度都多 然后就是组合在一起的这样子的套路 看得出来吗 邱大廷患有遗传性弱势 即使戴上眼镜矫正视力也只有0.1 却在极限武术中找到光明 我的眼睛是大概十 大概国二那个时候 然后突然从正常人视力 然后调到0.1以下 视力不好带来不方便的东西 这真的还蛮多的 像我就蛮讨厌打公车 因为公车 因为来了几号都看不到 看书就还是可以看 但是就很近这样子 然后就拿单眼望远镜 看黑板这样子 所以其实念书上其实没什么问题 克服弱势障碍 邱大廷考上台大戏剧系 没当上演员 却深深被体操社给吸引 小时候就是 就我爸很喜欢看武侠片 很多特技的那种动作 然后空翻 然后那种觉得就很帅 然后小时候就很想学 大学的时候然后加入体操社 然后就开始就有在接触 对训练来说其实很庆幸的是没什么影响 因为我的距离感空间感好像还算正常 像练会那些东西的欲望还蛮强的 然后所以其实就算拉筋那些做体能那些 很痛苦然后觉得很烦 但是还是会觉得说就是 这看起来好好玩 好想学这个 我最喜欢的是地板跟鞍马 在大学每一年都有参加比赛 这大庭对体操的热爱没有因为毕业而中断 之后转到前体操国手童俊杰开设的体操馆继续训练 我毕业以后就在就回家里帮忙家里的工作 我是戏剧系的用演员毕业 但其实我不太会不会表演 但我还是很想站在台上 后来有看到太阳马戏团在征 征武术特技演员的公告 然后我想好到现在开始就来练武术 慢慢到现在就是有练武术 也有练体操 然后也有练一些tricking 因为他们的翻比较滑翘 然后他们那些踢的就很好看这样子 太好了 你没有车子可以坐 所以真的要从很极限那种的动作 所以就要从很极限那种做的极限 其实会有点往后 其实我大概准备这个东西已经快11年开始 所以已经今年第七年 现在年纪也大 所以大概就是每天差不多就练一个半小时 这样子 真的很谢谢家人 一直就是用这么包容的态度 在包容我做这件事情 人生逐梦永远不嫌晚 祝福邱大廷再接再厉 梦想成真 体育中心王玉健台北报导 毁度紧 都是 Mira 我的 经过 改空 路 hel 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